講賣內瑪之前 我先確認一下 你們做作業的版本 裡面的資料是不是跟我一樣 是有6個欄位的 因為我前天後來發現 我本來上個禮拜發給你們的那個版本 不大能夠做出完整的賣內瑪的部分 因為它是個相一樣的問題 所以我後來有增加 我記得前天我是放了更新檔 是有這6欄資料 我確認一下 差別在於說 我是把原來的資料 原來的資料只有這個ID跟後面這兩個 就很像那個重複量數的資料 然後這三個是我為了做這個通用線性模型的示範才加進去 你們可以看到這前面四個是長表單 然後後面兩個這就是寬表單 因為如果要用它的這個 它的frequencies上面這個賣內瑪 它一定要用寬表單 就很像那個相依T減定或重複量數的變異數分析一樣 好這邊先確定 你們這賣內瑪的例子是這樣子嗎 有沒有這六個欄位 沒有嗎 那是只有這前面這四個是不是 還有一欄那個是多餘 後來是沒有必要 後來我發現是沒有必要 那你們可以把那一欄給寬量 然後改成這兩個 那這兩個其實就是把這個response 等於是把這個response 把這個原來長的把它改成原來的樣子 就是這個前半部就是before response的這個 response這一欄的前100個 上面這100個是before 下面這100個是after 你可以對照旁邊這個time就知道了 就是把那個before跟after分成兩 這樣子才有辦法做出 才能夠用它這個frequency 這個pair的samples去做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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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然後這個發生雲端板 好 沒關係等一下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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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都整理OK 好 好 好 有一個增加的那個ID code 是把這個原來這個受試者編號 我把它改成純數字 是 這應該有 有 有 本來就 大概本來那個就有吧 我應該要用這個純數字才能夠用這個 通用線性模型去處理它 因為它是一定要有這個供電效 好 然後 然後 交由 要有這個供電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